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现在又到了一周小苗的反馈时间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生长的情况 那这棵是婚礼之路 上次是掐了花苞 那在这里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话题呢 就是当我们给月季小苗掐花苞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段时间的僵苗 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大家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 养护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偏干养 接下来要做就是等待 等它接下来发芽 那么如果容易出损的品种呢 偏干养会出损 但是如果是不容易出损的品种呢 哪怕你偏干养 它实际上还是会从顶端发芽的 那这一棵呢是切花茱莉叶 切猪呢上一次我跟大家说了 它出了八个底芽 那现在呢就很多已经长起来了 长得甚至比它的老枝条还要高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老枝条啊 那这个是新枝条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花宝 把它掐掉啊 操作的原理等同于上次说过的 但是因为有些枝条呢过于的强势 所以有一些小枝条 还是出现了芒枝的情况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枝条是芒掉了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 这个枝条芒掉了 有些话有说不知道什么叫芒枝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它这个芽点顶端本来应该是绿色的 但它这个时候变成黑色了 说明这个就已经是芒枝了 这个枝条芒枝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弱小 而且藏在下面 上面这些叶片呢把它的阳光挡住了 由于顶端优势嘛 所以营养都优先供给给强壮枝条 哪怕是给它们掐了花苞 还是比它强壮的太多 所以它过于弱小就芒枝了 算了随它去吧 有的我们可以让它都长起来 但有的呢只能交给它自己啊 人为确实可以干预部分 但还有很多是植物 它本身自己在调节它的整个营养功绩 那这颗切珠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呢 因为这样的天气热起来 然后会迎来一个美雨季节 我们这边会非常多雨 这个时候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那就是预防黑斑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底部的叶片呢 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密集了一些 所以在雨季来临之前 我们需要把底部的这些叶片给它录掉 这一步呢大家 特别是在我们长江中下游一带 有美雨季节这一带的花游呢 现在可以做起来了 录掉月季底部的叶片 保持底部的通透 哪怕是红蜘蛛也好 黑斑病也好 它很多原因就是因为底部叶片太多所造成的 特别是 黑斑病特别钟爱老叶子 撸的时候要小心点 这个刺还是挺扎人的 其实很多坏友说 看我的手挺白白净净的 其实很多划伤你们不一定看得到 手上到处都是伤痕呀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暂时录了这么多 这些先留着吧 还有一个架在这里面呢 怕扎蒜 先暂时这样啊 然后这一棵呢 底部叶片也给它录掉一部分 这个已经录的比较多了 这个相对录的比较少一些 你们新手的话 就录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如果不太懂得偏干痒的话 录的太多 可能会闷根哦 夏天留更多的叶子吧 还是啊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棵月季呢 就是上一次把它的三根强损进行了一次修剪 而且修的还是比较重的相愁 有些花友在上次就说 希望我能够拍一个它修剪后的反馈视频 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三根强损在修剪之后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枝条呢 已经打上花苞了 大多数的枝条 都没有盲掉 都在打小花苞 所以我们之前修剪的时候说的 避免是其他枝条变成盲枝 这个目标呢 已经实现了 绝大多数的枝条 都没有盲掉 第二个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三根强损 在修剪之后 现在它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来辨别一下 那三根是我们修剪掉的强损 首先这个是一根 大家辨别强损 可以看一下这个枝条 特别嫩绿的一般都是啊 这个是一根 然后 这个 这个是刚刚修剪的强损之一 你看这个枝呢 它都是这种黄绿色的 然后老枝条上的枝呢 一般它颜色都会变深 然后这一根 这根就是当时还没有完全长起来 就已经给它修剪掉的强损 那现在它们的一个情况 首先是这一根 就这根枝条的话 我看了一下啊 它只长了一根枝 但它依然呢 还是比较强壮的 然后这一根 它是长了三根枝条 而且都比较强壮 这一根 两根 三根 那枝条高度呢 还没有长得很高 但这三根都非常健康 而且比较强壮 然后接下来就这个了 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是最强的这个笋 修剪下来的 其实我当时剪的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也是长了两根枝条出来 这里一根 这根 跟它原来这根一样的强壮 而且高度呢也很高 还没怎么打花苞呢 它还要继续往上长 然后这一根 就相对来说稍微弱一点 这一根 它还在长到这个程度 也还没有完全长起来 所以呢 就是三根枝条修剪之后呢 现在是变成了六根 而且六根现在看起来还都是非常强壮的 那现在面临着这一根 接下来又要继续变成一枝独秀的情况了 那么其实就三根强损的这个花的话 就不一定能跟其他的花同时开出来了 但这个珠形呢 就会因为它们修剪之后呢 每根枝条的强弱程度都会差不多 不会显得某根特别强 某些特别弱 大家都可以均匀发展 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 那这个枝条其实还是可以选择给它剪掉的 因为它长起来的话会继续的一枝独秀 而且它现在没有长花苞 也就是说这一拨花 它们不会同时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建议可以剪掉 因为它很强 继续剪 给它看一下 剪到这个位置 也要点向外 不必担心啊 剪到这个地方 大概率又会长起好几根来 另外还有一点呢 当时有些花友问我说 为什么你不早点剪 要等它长那么高了才剪 因为第一个 我这边的花的棚数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不仅是屋顶露台 我的阳台上还有其他的花卉 所以再加上我工作很忙 平时时间真的很少来去打理它们 只有周末才会有一点空 所以当它损在底下发展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直到它长起来特别高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它已经长强损了 而且强损长起来 就一天它可以给你穿一寸的那种 所以为什么我要等它长起来才剪 因为我平时真的不知道它已经长起来了 你如果能够看到 那你可以早一点修剪 好的 这个就是那个强损修剪后的一个反馈的情况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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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